在上海市青浦区青龙镇遗址内 发现了鉴于北宋时期的龙平寺塔遗迹 曾作为青龙镇的重要标志 却在万历元年轰然倒塌 那么在这座千年古塔地宫里 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出土的穆寒又是否安放着设立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纪录片 揭开龙平寺地宫的秘密 2019年9月9日 上海博物馆考古部的工作人员 来到上海市青浦区青龙镇遗址 他们要在有限的时间内 完成青龙镇遗址龙平寺地宫的发掘工作 青龙镇是上海港口和对外贸易的发端 始建于唐代天保年间 作为上海最早设立的市镇 随着江南地区开发的步伐 尤其是两宋时期 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替代路上丝绸之路后 青龙镇一跃成为重要的贸易港口 和经济重镇 这座古镇进入鼎盛时期的表征 然而 200年后的万历元年 这座威俄佛塔轰然倒塌 宋朝高僧灵剑在龙平寺宝塔名中写道 若剑是塔 中安设立 这座建于北宋时期的千年古塔 到底在哪个位置 塔内又是否安放着设立 多年来 考古人员一直都在寻找龙平寺塔的踪迹 事情在2015年底突然有了突破性进展 2015年 考古人员在探沟中发现了一块 印有入塔内文字的模印字砖 专家有此推断 龙平寺塔基遗址应该就是在探沟不远处 在对龙平寺塔基进行发掘时 在地面上发现了一些保留至今的塔砖 塔砖上的名文记载着捐助者的名字 因此考古人员推测 这个塔很有可能是由民间捐助而成 经历了三个多月的发掘 塔基外部结构的清理工作基本完成 结果显示 这处遗址就是文献中记载的龙平寺塔 龙平寺塔总面积约1000平方米 呈八角形砖石结构 塔身外有双回廊的附接 从塔基的直径而言 龙平寺塔的体量超过目前上海所存的13座古塔 中心为地宫采用夯土堆柱而成 2016年9月9日 对地宫内部的发掘正式开始 考古专家首先对地宫的外部结构进行了三锥扫描 龙平寺塔地宫是防塔结构 在地宫上有一个梯形附石 附石下是九层附砖 地宫的塔基结构特殊 不同于目前国内已经发掘的塔基形式 在江南佛塔建造中也十分少见 地宫上方有两根交叉的木梁 这两根木梁长约8米 距离地宫仅50厘米 考古人员只能在木梁下面几十厘米的空间内工作 这给考古发掘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 地宫第一层附石终于清理完毕 第一层附石移除后出现在大家面前的 黑块铜镜和几枚铜壁 为了避免文物接触空气后发生变质 考古人员将提取出来的文物用保鲜膜进行包裹 第一层文物提取完成后 开始对剩下的附砖进行逐层清理 每一层附砖下面都有铜钱的出现 这让考古人员内心充满了期待 然而当考古人员清理到第五层附砖时 却突然发现第五层附砖的排列结构 和其他几层有明显差异 每一块砖角都是朝外排列 而且面积也要大很多 第五层附砖揭开后 就到了地宫内壁的清理 由于下面四层砖镶嵌在宫室的内壁 这让发掘难度又增加不少 经过不懈努力 当考古人员将附砖揭开后 另一个难题又出现了 附石重量达170多斤 由于地宫下空间有限 考古人员不能使用机械工具 在狭小的空间内如何将附石安全移除 成为现阶段考古发掘的重中之重 经过不断尝试 最终考古人员只能用人力搬运 将附石慢慢移到地宫表面 随着最后一块附石被揭开 考古工作也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 眼前的景象让大家兴奋不已 地宫宫室内壁由石板砌柱 在宫室中间有一个木寒 在地下水位较高 气候阴湿的江南 这件埋藏于地宫一千年的木寒 却几乎没有腐朽的痕迹 专家认为 这和地宫良好的密封性 有很大关系 木寒两侧各有一座阿玉王塔 在阿玉王塔的顶部 还放着一串佛珠 让在场的工作人员感到诧异的是 在狭小的地宫宫室底部 竟然固满了铜钱 经统计 这些铜钱有将近一万七百枚 钱币年代较早的为五珠 最晚则为天玺通宝 重要的钱币有得亦元宝 贤康元宝 宋元通宝 贴母钱等 此时 发掘工作已经进行了16个小时 高强度的工作 使队员们筋疲力尽 然而 出于对文物安全因素的考虑 发掘工作必须一气呵成 考古人员将木寒进行提取后 就连夜运到了实验室 18个小时后 地宫发掘工作才告一段落 木寒中究竟隐藏着什么 大家都充满了期待 随后 专家就如何开启木寒 进行了讨论 经过仔细研究 专家组制定了详细的开启方案 2016年9月19日 专家开始对木寒进行CT扫描 木寒中隐约的文物轮廓清晰可见 木寒中究竟存放着什么文物 专家们众说纷纭 9月23日 紧张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当工作人员揭开保鲜膜后 他们惊奇地发现 木寒里面还套着一个铁寒 在木寒和铁寒之间的缝隙内 还夹杂着很多文物 这些文物中有十多枚古钱币 还有铜镜 银簪等其他供奉器物 在对这些文物进行清理时 一把银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银勺制作工艺精湛 考古人员都惊叹不已 将铁寒取出后 工作人员又在木寒的底部 发现了一个小器物 经过清理后发现 这是一只小金龟 接下来 工作人员将要开启铁寒 铁寒被打开 里面铺满了水晶佛珠 经过编号清洗 然后放入不同的小盘子中 就在这时 一件造型独特的器物 映入大家眼帘 将表面的泥土清除后 一件精美的莲花器物 逐渐露出真容 莲花是佛教九大象征之一 佛教认为莲花出乌尼而不染 表裕佛菩萨在生死烦恼中出生 又从生死烦恼中开脱 故有莲花藏世界之意 据说后来佛祖的西达多太子出生后 立刻下地走了七步 步步生莲 因此莲就成了他诞生的象征 佛教徒相信 莲能反映修行程度 认为高僧诚心念佛 则西方七宝池中 即生莲花一朵 若能精紧 则其花见大 唐祸退朵 则其花尾落 然而 让考古人员没有想到的是 铁寒里还套着一个贴金木寒 贴金木寒里 还套着一个体积更小的银寒 将银寒打开后 里面布满了积水 一尊释迦牟尼涅槃像 放置其中 在铁寒和金寒的缝隙中 还发现了一个铜制小瓶 这看似不起眼的小瓶中 却放着地宫里最为重要的发现 几颗圆珠状的物件 经专家鉴定 这应该就是佛教圣物设立 其中三颗 制水晶制地 设立为古身或遗古 相传为 释迦牟尼佛遗体火化后 结成的珠状物 佛教认为 设立是由修行功德练就的 多做坚硬珠状 五彩药木 这一发现也与文献中 关于龙平寺塔 中藏设立的记载相符 文献记载 北宋时期 人们在进行海上贸易时 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当地居民敬佛有胜 以祈求出海平安 求得心理安慰 龙平寺塔基遗址 位于青龙镇遗址的北部 也就是现在的吴松江位置 当时青龙镇处于一个 控江连海的地理位置 这样的地理位置 使青龙镇成为贸易港 提供了重要条件 同时 因为江面宽 很多青龙镇停泊的商船 找不到港口所在 所以龙平寺塔的修建 不仅是一个佛教圣地 同时 也赋予着它航标塔的功能 龙平寺塔基及其地宫的发现 为研究北宋时期 南方软土地基下 塔基的建造工艺 与地宫设立一埋制度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 在中国古建史 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